多國同步集會抗議香港23條 許家印和恆大被重罰 分析說中共利益鏈洗牌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3月26日 星期二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外雪兒 2024年3月23日 全球六個國家多個城市同時舉行集會 抗議香港23條立法 運過華也有300名華人 也在中領館前集會 加入海外港人號召的 全球反23惡法活動 抗議人士表示 港府23條惡法當道 香港將永無靈日 昔日東方明珠已經淪陷 香港首宿義工Christine 是活動組織者之一 她表示香港政府和共產黨 可以隨時通過法律 因為香港已經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新聞自由 也就是香港和大陸一模一樣 今天我們活動主要是反對共產黨和香港政府 在香港實施第23條 為何與國際社會聯合抗議 Christine 說 第一是聚集所有香港人 告訴香港政府和共產黨 我們反對在香港實施23條 第二是為何我們要在加拿大發聲 因為香港人已經沒有辦法做這樣的事情 沒有辦法遊行抗議 所以我們要代替他們發聲 然後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告訴國際社會 香港已經不再一樣 香港已經失去了做國際大都市的資格 因為它已經被共產黨同化 香港現在很危險 她想告訴大陸人 說我想大陸朋友應該比我們香港更痛 他們經歷了太多年的壓迫 有大陸朋友跟我們說 他們是支持我們的 我們很感動 同時她也希望台灣人警醒 說今天香港明日台灣 千萬不要相信共產黨任何的諾言 共產黨曾經承諾過香港有50年不變 但是現在還未到50年 他們就將諾言摧毀 所以台灣千萬不要聽從共產黨說的話 也不要妥協 台灣一定要加油 台灣一定要守住 溫哥華民眾先在溫哥華市中心集會 然後前往溫哥華 湖南湖街的中領館前抗議 香港網台資深主持傑斯 也參加了溫哥華抗議活動 他希望告訴全世界 香港人是不認同這個23條惡法的 去年8月 傑斯重獲自由來到溫哥華 他是首批因為反送中入獄的港人 安全不是保護香港人的安全 哪一個人越安全我們就越危險 他認為港府通過23條立法之後 這個政府會進一步打壓所有的人 壓制所有香港人的聲音 所以我很肯定的一件事就是 香港會變得越來越恐怖 香港最近又發生移民潮 傑斯認為這個很容易理解 就是大家都去尋找自由等 這個已經說明一切 有沒有投票已經不重要 他們已經用腳來投票 但怎樣都好 離開是最困難的 今天很多香港人都變得很困難 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要盡量做 面對世界上最邪惡的極權政府 最重要是堅持 不要覺得沒辦法 然後盲重附和他 或者和他一起去同流合污 香港資深時事評論人 前港府中央政策組顧問劉世良表示 除了向中共示威之外 大家還需要加拿大政府能就23條 向中共和港府強硬表態 他認為加拿大政府做得不夠 他說 杜魯多政府一直對中共採取姑息的立場 於是我們見到中共滲透加拿大的選舉 滲透加拿大的實驗室 將P4實驗室內的病毒帶回中國大陸 前國會議員趙錦榮認為 現在中共和香港都見到外資一步一步撤離香港 這是有原因的 他指出香港本來是一個寶貝 現在中共管治下卻變成了一座廢墟 令人唏噓 趙錦榮說 因為沒有一個監察政府的背景 沒有一個自由言論的地方 就不能夠做一個公平的貿易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現在面對很大的經濟問題 香港也是 來自溫尼白香港關注組織 香港Concern的Brian Zhang強調 所有背井離鄉的不幸源頭是中共政府 是共產黨 是今天掌管統治香港的港府政權 我們今天站出來不單單反對23條 更要告訴這個政權 我們不怕 我們不怕這個共產黨 我們不怕23條 中領館所在的孤蘭湖街上車來車往 不使用汽車司機名笛支持 現場抗議民眾喊著口號 彼此起伏 說反對惡法還香港自由 來自大陸杭州的Ethan G 帶著9歲的女兒 特別來支持香港人反對23條立法 他說香港人反送中遊行時 他翻牆看到新聞報道 感到非常震撼 他說 香港現在與大陸是一樣的 不再是自由的香港 溫哥華人權觀察組成員 Steven Song表示 共產黨只用了20年時間 就將一個繁榮的東方明珠香港 變成了一個垃圾地 我們清楚知道 共產黨從來不守信它的承諾 中共永遠都不會允許民主和自由的存在 移民加拿大多年的林女士 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 香港人站出來意義重大 因為眼見香港被中共實施《國安法》和《23條》後 樓市、股市沉寂下去 感到香港前景的灰暗令人心痛 他認為 如果你連一個不字都不說 全球正英英 中共可能會更膽大 現在的《23條惡法》 就成為全球惡法了 如果你這個時候都不站出來 可能就永遠沒有機會了 中國房地產巨頭 恆大集團董事長許家印被捕172日後 被中共證監會以涉嫌財務造假等 違反事實處於巨額罰款 許家印繼續面臨刑事責任追責 分析認為 許家印最終是否能保命和刑期長短 取決於他是否能夠 供出背後中共高層大老虎更多黑幕 3月18日 證監會對許家印和恆大前總裁夏海軍進行警告 和終身證券市場禁入措施處罰 並分別罰款4,700萬元人民幣 和1,500萬元 同時 因為恆大地產進行債券欺責發行 被罰款41.75億元 相當於融資總額的兩成 其餘高層則處於20萬元至900萬元不等的罰款 根據證監會的說法 許家印決策並組織實施財務造假 前總裁夏海軍組織安排編制虛假財務報告 手段特別惡劣 情節特別嚴重 另有7名涉及造假的主要負責人 亦被列入處罰名單 這是許家印被捕172日 當局首次公開定性恆大財務造假 在恆大收到的證監會行政處罰 和市場禁入事先告知書中 恆大地產 許家印等人 涉嫌違法的事實主要有三項 一是恆大地產披露的2019年 2020年年度報告存在虛假記載 二是恆大地產公開發行公司債涉嫌欺責發行 三是恆大地產未按規定及時披露相關訊息 根據公告 2019年及2020年 恆大地產虛增收入5,641億元 其中2020年虛增收入3,501.57億元 佔當期營業收入的78.54% 同時虛增的成本亦隨之上漲達到2,988.68億元 虛增的利潤高達512.89億元 佔當期利潤總額的86.88% 所以2020年恆大地產公布的收入 有近八成都是造假的 報導稱 5,600多億元的虛增收入 相當於恆大地產在上述兩年間 用假象製造了一間比萬科營收規模 重要大的房地產開發商 2022年財報顯示 萬科的營收規模為5,038億元 恆大地產在3月18日公告中稱 證監會查明恆大地產披露的2019年 2020年年度報告存在虛假記載 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債券欺詐發行 據恆大地產引用財報數據 2020年恆大債券欺詐共發行5個公司債 總計發行規模達208億元 公開信息顯示 涉及欺詐發行的恆大債券由中信建投承銷 債券評級機構為中承信國際 發行律師是金道律師事務所 審計機構為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其中普華永道作為中國恆大聘請的審計機構 正面臨潛在的訴訟追責 今年2月媒體傳出消息稱 由香港高院委任的恆大清盤人 安邁企業諮詢公司的杜艾迪和黃詠詩 正準備起訴普華永道 政監會今次處罰屬於行政處罰 是否會影響對許家印的刑事追責 引發外界關注 多名律師對陸媒表示 不會影響對許家印刑事責任的追究 中國房地產律師律師律斌23日對大紀元表示 中國經濟出了大問題 中共政府從上至下都沒有錢了 集當局肯定要想盡辦法 將民營企業家的錢搞到手 由他們來控制 而債務則由社會去握 所以許家印一定會坐牢 時政評論員李燕銘認為 目前證監會的罰款等處罰 只是剛剛開始 許家印恆大很可能報陳峰海航的後塵 許家印最終是否能保命和刑期長短 取缺於他能夠套出多少黑金 供出背後眾多國級大老虎和權貴家族 恆大集團簡稱恆大 總部位於深圳 1996年由許家印在廣州創辦 集團核心業務為房地產開發 是中國大型地產發展商之一 項目遍及中國200多個城市 2021年中國恆大集團 在世界500強排行榜中 排在第122位 恆大靠虛增收入貸款和發債融資 用借來的錢擴張賣地 用這個方式不斷擴大資產規模 2021年恆大集團因為巨額債務爆煲 引發全球市場擔憂 這個中國最大的房企走到倒閉邊緣 六媒估算 恆大留下的爛尾樓達到162萬個單位 涉及600萬業主 中國恆大財報顯示 直到2023年6月30日 恆大總負債為2.39萬億元 總資產為1.74萬億元 淨資產為-6,442億元 仍然資不抵債 美國造空機構香園研究公司 2012年6月曾發布報告 羅列出恆大5宗罪及7危機 指恆大通過6種方式 跨大資產並降低負債 報告認為恆大當時需要在帳目進行減值的資金高達710億元 股權價值應該負360億元 但普華永道仍然對恆大財報 出具沒有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2023年9月28日 許家印因涉嫌違法犯罪被採取強制措施 許家印的前妻丁玉梅 在許被捉的同時從香港逃往外國 她擁有中國及加拿大雙重國籍 2023年8月前 丁玉梅的公開身份是恆大董事局主席 8月14日在恆大汽車的配股公告中 她的身份發生了變化 唯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聯人士的第三方 當時盛傳許家印已在2002年離婚 外界普遍認為這是技術性離婚 財富留給丁玉梅 債務歸許家印的恆大公司 因為公司治理領域的資深觀察人士透露 恆大出事前累計的超過900億元分紅中 許家印和丁玉梅獲得其中的大部分 並在出事前後轉移至境外 最終落到境外前妻丁玉梅的手中 另外許家印的兒子得到一個金額高達23億元的 單一家庭信託基金 亦被視為是許家印給兒子的富二代保護計劃 許家印是民營企業家 同時是中共高層的白手套 與曾慶紅等家族關係密切 多方信息都證實 許家印的房地產之所以能夠做到這麼大 是因為背後有曾慶紅的弟弟曾慶懷的全力支持 此外恆大背後還有賈慶林家族勢力 中國女富豪段偉紅的前夫英國商人沈棟 在他的著作《紅色賭盤》一書中披露 2011年許家印曾陪同賈慶林的女兒賈慶 和女婿李百譚去歐洲狂歡 李燕銘認為許家印恆大集團實際是中共權貴 操控銀行和官僚系統通過樓市進行圈錢的白手套 恆大霸佈案既是中國樓市危機的縮影 亦是中共高層內鬥和黑色利益鏈 重新洗牌的外在表現 恆大霸佈案的走向 亦將是中共高層內鬥的風向標之一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守活真相永不放棄 再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Channel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明天見